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大概有五年五六年很长一段时间了 我一直觉得我个人觉得我自己还是挺有正气的一个人吧 而且我觉得那个就是现在大家对共产党的理解可能是是可能和之前的不一样 之前淡饭能去参加这种参军 然后去比如说独立游行基本上都学校最好的尖字声 那时候的叛逆全都是就去当共产党了 现在叛逆就全都是玩嘴皮子 对 一开始我看剧本的时候有点找不着找不太清楚 然后导演就告诉我他前半段就愤青 我说哦我知道了 然后再加上导演的习惯也是就是编 就是按照演员的感觉去写这个角色 他脑子里会出现 比如王丹如果要这么演的话是什么样 他会这样子就不太不太不太好说 我之前跟他合作的时候演的都是最精彩的配角 这次演的是主演 这是最大的差别 那个而且这个角色也其实也是郭定宇给我量体才艺给我写的 他我觉得这个角色是游走在美小宝和小马哥之间的角色 他既有韦小宝的那种古灵精怪顽皮可爱 又有小马哥的那个豪情壮志大志大勇 他写这个角色很丰富 然后我自己也非常的满意于他写的这样一个角色 是挺开心的 这个而且第一从从配角演到了主角 从坏人演到了好人 还能和著名的红军女战士王小宏结婚 确实很开心 过程也很愉悦 这个他还没跟我说过 在等拍完了以后才知道 但是王小宏应该知道 你评价评价 他演的呀 就那么回事吧 没有 没有没有 就他的那个角色我当时看完之后我就特别喜欢 我说导演我可不可以去变个性呢 去个韩国你等我一下 真的就是那个 我觉得特别 就是我特别想演的那种一针一鞋的角色 他骨子里特别正气 然后但是他的行为呢又是有点江湖那种匪气 我说这个是我想演的那种角色 然后但是这部戏 我就只能老老实实的演的一身一身整气 就每次看到他演戏 我就好就有心痛的感觉 就觉得哎呀这么好的角色 如果我要是男的该有多好 演王国詹这种角色需要有情怀的人 有定力的人 像王国詹似的才能演 我吧只能演点鞋的 就是一针一鞋已经是我我我我所理解的角色中最有戏的角色 我希望我演这样的角色 我因为没有那个能力去演那个情怀的角色 不会因为刚才洛丹不说了吗 虽然这个梅仙祖这个角色是男主演 但是他他也是一针一鞋的 跟原来的我演的角色都有一脉相承的地方 只是他他的分量感更重了 压力还好吧 但是就是我们一开始是在四川拍 然后是在一个旅游景点拍 所以我就一直特别恍惚 觉得自己来旅游来了 然后看到每个场景都觉得哎好新鲜 然后哪个地方都想去捅一捅坐一坐的样子 然后回到后来又我们搭了一个特别好看的景 是孔雀山的一个寨子 然后那个孔雀山有两个 当家有两个跟班的女孩 他们手里有鞭子 鞭子又特别好看 然后一会拍照 一会去拿别人道具玩 就觉得这个前一个月拍的特项旅游 然后呢我充满了兴奋 每次到了现场都觉得 哎呀这个景点好好看啊 然后看他们演戏也是 哎就就会觉得自己跟这是没什么关系 后来觉得哎不对啊 我是来工作的 等到回到北京才慢慢的就一点点进入状态 之前都在旅游 对 这个戏跟我以往戏不太一样 我以往都是属于拍完戏就把自己关到房间里 这个戏大家都会在一起吃饭 然后就一起聊天什么人还特别多 经常会我们经常会出去吃饭 然后就像刚才杨孔老师在网上给我们大家买的冰袋 然后给了我一个红色 就大家就是就那种团结是就是我以前 因为我以前太对于这种关系还是比较封闭的 就不太会跟大家去融成一片 我刚开机的时候要跟那个杨老师说 杨老师说我说 我说这开机这两顿饭 基本上是我以前的开机的开机饭和关机饭 我除了开机饭关机饭 跟大家会在一块吃以外 基本上其实都不会跟大家走那么近 就这部戏 因为这部戏整个从开机就会觉得特别亲切 我们组的演员 就是我一个老师 开机开机饭觉得说 其实我是来想演王小红的 就大家就是完全不顾忌 对 然后刘薇老师更懂 一见我就说我是新人 你要照顾我 然后我还属于那种急不要脸那种状态 好我照着你 我照着你啊 你要听话 就属于我已经在这族里属于为老不尊了 他们已经都已经都已经天怪不怪了 没有没有 我觉得转型谈不上 但是我希望每次的角色